2月7日2点58分 武汉中心医院眼科医生李文亮 经抢救无销去世 在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中 他不幸被感染 34岁的李文亮在社交平台上 表现得和所有普通80后一样 工作之余追剧 逛街 吃炸鸡 会发大哭表情说不想上班 开玩笑抱怨吃不起撤离子 他已是一个孩子的父亲 妻子的腹中还孕育着第二个生命 2019年11月9日 李文亮转发了一组长城秋景的照片 感慨 好美 有时间带小李去体验一下 聊天记录显示 李文亮曾换过三个头像 是小猪佩奇和蜡鼻小新一家四口 他本来也可以拥有自己幸福之家 李文亮曾接触早期的新型肺炎患者 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曾光表示 事前诸葛亮可敬